自2010年成立以來 Project NEO已經從當時針對中小學生的一對一課後補習計劃 已經幫助了幾百位在學習上有困難的小朋友 同時都孕育了不少年輕領導者 作為Project NEO創始人的譚悅下 最初只是為了幫助提高自己兒子的學習成績 但隨著Project NEO輔導項目的擴大 他逐漸意識到一個往往被人忽略的現象 亦促使譚悅下附上一個新的使命 自小移民來到美國的譚悅下 五年前創立Project NEO這個針對中小學生的一對一課後補習計劃 譚悅下解釋表示 成立Project NEO的想法 其實是來自於自己當時學習欠佳的八年級兒子 當時和自己品學兼優的女兒相比 譚悅下的兒子每一課都不合格 她表示就讀同一所學校 甚至同一位母親 但是兩個人的學習成績反差卻如此之大 使她非常不解 在好友Jim Roberts的幫助之下 譚悅下成立了Project NEO 她亦希望藉著這個課後補習計劃 幫助提升自己兒子的學習成績 如此同時 譚悅下亦都希望在社區裏面 學習有困難的小朋友 亦都可以受益於這個免費的課後輔導 隨著課後補習計劃的規模逐漸擴大 Project NEO 亦都從當初的一對一補習 成為了一次能夠輔導數十位學生的補習班 但譚悅下亦都開始意識到一個 往往被人忽略的現象 其實居住在洛杉磯的人 每一天都可以見到來自不同族裔的居民 根據南加大的一份統計表示 約有350萬的移民居住在洛杉磯院 佔該院人口的35% 而當中有70萬的居民 在過去的十年移民至洛杉磯 作為全球電影和娛樂中心的洛杉磯 或者是這些新移民的夢想居所 但往往被人忽略的是 新移民要適應這裏的生活其實並不容易 無論是在語言或是文化上 對於他們來說都非常陌生 不少剛剛移民來到洛杉磯的中小學生 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學習能力以及動力 譚月霞發現 很多新移民來到美國的家長以及兒女 因為語言上有障礙 小朋友在上學的時候 由於不懂英文 他們會承受很大的壓力以及恐懼 有很多他們的議員有溝通的問題 小朋友和我媽媽他們新移民很多都是 所以變了他們是不懂美國的議員 不懂說英文 所以變了他們根本不知道 其實小朋友在這裏讀書他們很害怕 因為他們害怕 所以變了他們的能力去學英文是十分困難 根據Project NEO的統計顯示 在過去一年 參加他們課學補習班的中小學生裏面 有92%的學生成績有所上升 與此同時 所有參與輔導的導師 全部都是Project NEO在社區裏面的高中或者大學中找來的志願者 在招募志願者的同時 譚月霞也都發現 其實很多高年級的學生非常樂意參與社區活動 因此Project NEO在開展輔導班的同時 也都會發起其他社區服務活動 培育更多的年輕人 譚月霞解釋表示 去年曾經有一位女性志願者由於家境不佳 沒有上大學的條件 但因為她熱愛社區活動 並在期間展示出出色的領導能力 而獲得了年度女性的榮譽 這五年來 譚月霞不惜花費時間和金錢 為的不是各方頒給Project NEO的獎狀 也都不是加州頒給她的年度女性榮譽 譚月霞的理由非常簡單 就是享受幫助別人的樂趣 譚月霞展望Project NEO能夠發展到全美國 她認為很多社區都需要這樣的計劃 來幫助有需要的小朋友 而在參與志願計劃的年輕人當中 他們會學到幫助他人的責任感 從而在社會上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天下維視記者馬進 採訪報導